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大家看的图片啊 图片上呢这个是福利方斯 一个针对敏感级的一个品牌 它的一个卸妆油加上一个 洁面的一个正装的一个套装啊 两个都是正装 然后送一小瓶保湿水 大家继续看一下图片上呢 这个中间这个罐装呢 它是酒糟的一个卸妆霜 然后酒糟它家比较有名的是那个面膜嘛 河北玉剑啊 它这个化妆师日本的一个有名的化妆师啊 它除了推出它自己的一个化妆品之外 它还推出了它自己的那个护肤品系列 它家的护肤品也是比较神奇的 顺便说一下 它家的护肤品啊 是那个敏感肌可以用的啊 目前它的护肤品系列里面就是 VC就是美白的一款喷雾 然后两个尺寸60和120毫升 还有就是一个护肤油 护肤油是60跟100毫升 还有个清洁水 清洁水是160毫升跟500毫升 可能有妹子要问啊 清洁水是干嘛的啊 清洁水就是那个卸妆 还有它说是不用再洗脸了 那肯定如果再洗一下会更好一些 然后图片上这个还是它家的一个防晒 它家这个防晒我研究一下它的官方视频啊 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啊 直接这个防晒就当做了隔离 然后官网上它涂抹这款防晒的时候 是用它家的一个彩妆蛋的 基本上它家后续的几步 这个隔离之后 这个就这个防晒之后 它就开始上遮瑕 遮瑕之后像上高光粉 然后再上了那个定妆粉 基本上就是好像就直接跳过了 那个粉底这一类了 大概图片上这款啊 这款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标准色 就是自然色 另外一个呢就是偏白色 这个是带一点遮瑕的一个高防晒 这个牌子啊 它出来的一个妆效 就是一个自然的奶油剂的一个妆效 价格也不贵 大家请关注 大概图片啊 这个是Flofushi家的那个 UZ1系列的睫毛膏 它加睫毛膏呢 每年都会更新 但是呢 怎么说呢 其实它的万变不离 其中呢就是啊 它是分长度跟浓密度 然后呢再分颜色 基本上你把这三个要求啊 总结起来就能知道 挑选出自己想要的那一款 然后你说如果就想要一支全效一点的 要加成最好的 要浓密度最高的 就全它加红色全效款 如果想要那个刷下睫毛 或者角落的睫毛 就选它家的银色细短款 只需要纤长 不太需要浓密的话 你就选它家粉色纤长款 这次的更新啊 它好像去除了它的那个底膏 就是睫毛底膏 它没有了 清爽款继续保持 但好像清爽款 清爽款不太有人买 然后它现在增加的就是其他彩色的几款 还是卖的比较不错的 现在夏天很多人都买彩色的 它的眼线笔一直都挺好用的 它的那个刷头特别舒服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 现在它现在更新之后颜色也是蛮多的 特别多 你们可以往上找一下这种 有那种就是有人试色的那种图片 你们可以挑选 基本上来说在眼线液里面 其实它的那个性价比已经非常的高了 而且手感特别好 它的那个六边形的那个笔身 手感非常的不错 大家看图片 图片上是Lupia她家的一个礼盒茶包 大礼盒 茶包大礼盒 sorry 茶包大礼盒 一个盒子里面是100袋 大概你每天喝一袋 也能喝个三个月多吧 等等 它每年好像会出个一到两次 有时候也会有三次啊 那种这种大的礼盒 可以关注 价格也不贵 而且你自信可以尝试这么多种茶叶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你可以挑出自己喜欢的以后继续买嘛 对吧 它家茶叶也不贵 性价比非常高 大家的茶叶呢 分茶包 还有分那个茶叶 你还可以根据自己喜欢啊 搭配一些东西组合一个套装 所以灵活度还是非常的大的 他家的白桃乌龙是非常有名 接下来大家看一下图片上 这个是高斯嘉用于专门清洁 上妆棉的一款清洁液 它主打的就是杀菌抗菌 你用一般的清洁剂啊 去清洁的时候 有时候很难达到杀菌抗菌的 而且清洗起来的难度非常大 这个是非常非常方便 自身堂也有同款 他们两个价格差不多 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 大家看图片 图片上这个是我新入的这个Aptitude家的03号 网上很火的奶茶色 小舱上我查一下 大家好像都是在买这个颜色 我纠结了半天啊 我想啊 我这次就跟风跟一下吧 果然好 就是拿到手之后就感觉 哎 这个真的还蛮好的 我前面入了一家 入了一只他家的那个戏馆 这次入的是那个戏馆是压光的 这款是带一点光亮的啊 我觉得都挺好看的 这个应该算是跟风成功 好了 今天就到这边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 感谢大家收听